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2020年 我們的世界 有一點小麻煩 每次去打籃球線 都會看著COVID-19 真的離開我們了 沒有時間傷心太多 保護好身邊的家人朋友 全世界正在同一線 一起面對 危害人類的磨喊冰凍 雖然目前 銀行沒被發明出來 值得開心的是 新聞已經報告有人痊癒 表示增強身體的健康強度 而迷離 在這段世界疫情間 可愛的需要保健好自己的身體 這一天 我們走進無憂的生命 突然要口罩 發生我的呼吸 你 留在你的衣服 在你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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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小的東西 都會被你倒 不是你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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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全世界 共同的願望 是一切平安吧 消息是為了找更長人的路 波波波消息 我休息是為了吃餅乾啊 哈哈 看到這個地方 覺得好像一個森林迷宮 我準備去探險啦 這裏沒有Facebook 沒有Youtube 以前都變得很簡單 旁邊有一個小妹妹 看著我們趴著趴著 她還想趴 但還趴 當她跨出對的第一步 我們都為她開心 當她知道她做對了 她繼續努力 一定會成功的 她繼續努力 一定會成功的 一直在按摩中失去 我想每個人 都會有一套自己面 面對生理死別 調整自己的方式 你的是什麼方式呢 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你願意 歡迎在留言區 跟我們分享 是否最新推動 你會覺得 會不會 會不會 人都不喜歡 直到阿嬤生病離開 我虧在地上哭得死心裂肺 除了很長他 那可我也真是明白 但有一天 他會死去 包括我自己 那一刻起 我想除了要活自己之外 在有限的時光裡 我還能為世界做些什麼 在每個人生階段中 遇上過去的凡老師 我總會問問自己 有個明天就要死去 這一切 還重要嗎 然後盡力而為 不想結果自然 在每個人生階段中 會變成神